记者伍百宣台北报道,台北市高中物理科教师群分析今年指考物理科,认为是近五年来较灵活、较难的试题,鉴别度高,其中不少题目极具思考性,不能靠死杯得分。 届实体考验的物理概念与计算不再深入,反而牵动其他观念,呈现灵活跨章跨域,但实验题少,建议未来加重配分。 107年只考物理科已结束,和平高中老师郭宏典指出,今年创新题比去年多,配分上高一基础物理6分,其他多是高二高三的选修物理。 近代物理学有17分是今年重点,但整体难度比去年难很多,预估考生要拿90分以上的高分不容易,更不用说满分,预估目标会较去年略降。 郭宏典进一步分析,如第十题考相机镜头的题型,曾在88克纲的年代出现,数生活应用,第十二题则是创新计算题,测量血液流量, 考出大学才教的霍儿效应,高中尚未提到,但学生仍可依照题目叙述作答,非选计算题中,则考验作图与实验分析能力,甚至还将化学领域结合物理,成为跨欲素养。 大力高中老师林春黄说,过去物理教师常把一个观念不断深入,教很多变化题,并反复练习计算,但如今从指考出题去世,发现会将概念连接到另一个概念,甚至跨领域结合。 因此未来教学现场上,不再需要重复练习,不走繁复计算,而需灵活运用。 建国高中老师赖一番也认为,未来108克纲中,物理教学时数减少,如今考题呈现观念很多,计算量不大的趋势,对教学现场也有很大帮助。 但夜盘实验题的分量增加,如今您只考物理第三体考水,并与金属球的热平衡计算,若没认真实验与练习恐写不出来,可引导高中更加正式实验。